各位粉絲朋友們 最近詐騙猖狂 如果有接到自稱中華電信 或是健保局的電話 向你表示你的身分招貿用了 接著呢 轉接警察、檢察官或者是書記官 以帳戶涉案 涉嫌洗錢等等的名義 要求交付名下所有的帳戶 進行監管 或者是要求匯款到你指定的帳戶 不要懷疑 這一定是詐騙 請注意 警察、檢察官不會以 LINE或者是傳真公文的方式來通知你 或者是傳喚你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 警察院檢機構 不會監管民眾的帳戶 第三個要注意的就是 警察和檢察官 不會用電話製作線上的筆錄 剛剛說的詐騙手法 就是屬於假檢警詐騙 詐騙集團主要是針對年長者進行詐騙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一定要撥打165版詐騙專線 或者是尋求警方的協助 各位在工作之餘 一定要多多關心家中年長長輩的情況喔 小市汽車與新北市汽紫分局關心營 不要被詐騙喔 小市汽車 小市汽車 右前輪那邊有異音 小粉紅他可能要走上上拖車的命運 應該說昨天晚上的加速跟以前不太一樣 昨天晚上是我大概踩100-120的那段 原本是可以很線性很順的就到120 但是昨天不是 昨天晚上他是很慢很慢很慢 才到120 然後到今天白天中午來公司的時候更離譜 他是直接由我們踩到底就已經只剩100了 我的轉速他會卡在事前轉 我有跟車工聯絡了 那就是過完年後再去車工那邊留車 然後看是什麼原因 再拍一集給大家看吧 欸你這樣看起來真的很瘦欸 啊這樣咧 這樣不行 這樣就不行 嗯這樣看起來很瘦 而且你剛剛腿要合併 看起來 對對對 不是啦我要幹嘛啦 你要開場啊 我的開場我不需要開場呆 只要聽到其中你就動起來 我們要過年前 我不是說我的那個編輯箱開起來怪怪的嗎 過完年後回來我就馬上把車拖在車工了 然後檢查出來有一些問題 就是編輯箱可能是牛力轉換器的部分壞掉 所以等一下會施作這個項目 然後還有 我們右前輪不是有意義嗎 那個聲音他們說 右前的上三腳架 加上避震器的上座也有點 替場跟竹尼也有點老化 三腳架也要換 避震器我也要換 但是我避震器 我記得我第一集我有說我要換原廠了對不對 但是原廠的一組要四五萬塊 我覺得有點太貴了 不是說不想裝附廠啦 是我覺得既然都要換了 那就換他們家的 改裝避震吧 反正我覺得車那麼老了 應該也差不多老化 要做就一直做 加上改裝的可以調高低跟軟硬都可以調 所以後來想想還是換他們家的好了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機油的冷卻器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來檢查的時候就有滲油了 我這次來的時候有把我再尋一次還是在滲油 所以他們說可能是那個機油的冷卻性 有破損之類的 等一下再請那個師傅幫我們回答一下 好就這樣嗎 裴儀品 你有看過車子的變速箱嗎 你第一次看 好大一個哦 剛說的那個扭翼轉彈器就是這個 所以那個是已經換過了 對他們已經先裝好了 我們沒有拍到那個下變速箱的畫面 因為我不想要佔用他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就請他們先幫我下 然後幫我查一下原因 不然他們還要等我來拍攝 我就覺得站人家一個位置站那麼久 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就得在這裡 差太多了吧 等一下再來問一下 你的變速箱帶什麼 因為你的變速箱啊 目前檢查出來啊 應該是你的扭力轉彎器 就是這一顆 變速箱中間這一顆 是我開壞的嗎 這個也不好說 哈哈哈哈 軟體轉彎器的徵兆 主要是說 速度上不去 那是你轉速 部分位置一直往上拉走 對也有可能說裡面有 打滑的跡象 然後再來就是露下來的時候 裡面的變速箱有 稍微有一點點燒焦味 那我們裝上去的時候再做測試 拆完變速箱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它上次 機油芯的部分 它還是微微的在露 這次在拆變速箱的時候 看還是有在剩 那我們就往下檢查 就是發現說你的 機油冷卻器的部分 第一個 後面的橡皮導化 這邊也有在剩 所以它是從這個剩的 不是從機油芯 不是 這個是像它的底座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可能前車主 可能鎖到過緊 導致說這個 它這個面沒有那麼平 對 稍微有一點變形了 嗯 這個是你原車正常叫來的 那這一顆好像是有被 一次改裝過 欸對 厚度其實不一樣 適合沒錯 但是可能不是否它這台車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 先裝上去 這個裝完之後 我們再來直接把被蜂蜂折上去 那我的那個 液晏呢 液晏的部分啊 我們經檢查 它的上三角架的部分 在做搖晃的時候 目測這樣是看不到出來 但是你用手去摸的時候 明顯的感覺到 它裡面有 有間隙 那阿呆它在開行駛的症狀的時候 它又是在 冷車的時候不會 那在熱車的時候 特別會有這個液晏 那我們經檢查就是 先幫它把 三角架的部分先換掉 然後再去測試一下這樣子 它的冷卻部分在這邊 肌油性原本是在那個上面那邊 那露下來往下流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冷卻器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 肌油冷卻器 它是一個散熱的作用 它是靠水箱水 這兩邊的部分就是 水道的一進一出 它靠水去冷卻你的肌油 哦 第一支了 露水就是那個水箱水的部分 你說這是扭力轉換器 扭力轉換器 它是要轉換什麼東西 它其實這個剖開之後 裡面其實是類似渦輪的那種漆片 但是它裡面的主要構造是油 它用油的反向力去帶動 傳輸那個動力這樣子 在自排裡面它就屬於 引擎跟便箱裡面的一個介質 它裡面的構造主要就是 它裡面也是一片一片一片 就是這樣疊起來 然後再加上漆片 它是由裡面的油 你去引擎帶動的時候 它會甩 甩開的時候那個油 帶動傳動到變速箱裡面這樣子 再由藉由變速箱說 去像換檔變速之類這樣 所以手排車沒有這個 手排車沒有 手排車就是人家說的離合器三寶 三寶是什麼 就是壓板啊 然後離合器片啊 因為它手排它屬於是機械式 那我們去採放離合器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釋放軸承 就是開關開關 然後去控制說引擎 接合到這邊去作為變速 裡面我剛才講到說 裡面也是有離合器片 那離合器片如果說你長期就是 不正常的駕駛印操 它裡面也會有打滑的跡象 這樣子摩擦的時候 它已經等於說沒有漏了 硬推就是只有孔轉這樣 基本上它的工作原因是這樣子 我問你喔 那時候下來變速箱的時候 我應該先漏就像油吧 基本上會 因為你船中軸抽出來的時候就會漏 所以我都會先把它先漏掉 就是才不會流到哪一顆屍 所以等一下還要再加 一定要一定要 因為你那個舊油 等一下也是換成新的 這個是不是有改裝的 哪一個 這個啊 有 那個的話 主要就是可以調整傾角 但是你應該是不大需要 你沒有要做特別的爬 而且你又要照原廠高度 我是不建議用那個 只是在社團有看到 有 因為蠻多車友都裝的 像你後面有一支調整樹角的 我有遇過就是它 因為它是轉到後面就是爬牙 可能是建議換你改裝的 會比較好 會比較耐用 它等於是撇開原廠的那個 調角度的螺絲 直接從中間做調整這樣子 欸我們剛剛說原廠的是 嗯 快要五萬顆了 對 還不含功 但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換改裝的 也沒有不好 你看像這一組 大概基本版的 頂多三萬粗 你又可以符合說客製化 那你在原廠的部分那 原廠做死的 對 原廠型的過一陣子 其實它 衰退的速度也會蠻快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 就直接換這種 高低可調的也不錯啊 如果原廠單價比較高的話 對 我們要先用 三腳架對不對 先輪胎下來 然後 邊緣器拆下來 三腳架一起下 為什麼那個 四腳架的異音 跟冷車熱車會有關係啊 講真的啦 很多底盤件啊 熱車後啊 它都會有一個 類似熱蕩人說的那種 你越熱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點朗朗的感覺 尤其在球頭的部分啊 有些像真的有時候不好抓聲音 熱車或冷車 你又要等到它有一個死 要有一個時間差 對 這個的狀況的話 你可能會導致 有時候可能會抖 對 你自己看的時候有這樣感覺嗎 就是有時候開開 就不是輪胎的那種抖洞 微微小小的抖 沒有到真的會 很抖的那樣子 你可以搖搖看 應該會有一個 有一個卡卡的感覺 很像是後面這邊都會跟著一起 洞 就是一個角度 它有一個頓點 就是咳咳咳咳 咬的時候才感覺的出來 有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就是很微小 有時候像底盤鍵這種東西啊 你在底下看自己微小 但是你傳到車內的時候 因為它會跟著其他東西 對 那它的聲音就會被放大 我覺得它沒有說 這樣就沒辦法 其實它已經裡面破損了 可能前車主有處理過 正常全新鍵都是這種 它是類似 哈哈哈哈 這才是正常的 剛剛那個那麼鬆喔 有時候鬆它 不代表說 它就會出聲音 其實這種東西 基本用久都會有一個小間隙在 只是有時候 搖晃程度 會造成聲音 跟不會造成聲音這樣 我們現在是原廠的高度嗎 原廠減一點點 等一下實際 實際高度會再 會再調一次 對對對 還會再調一次 我現在都是抓大概 還是有一點點的 微微有在滲油 要拆下來才看得到 對 那時候在車上 防身套擋著我們 看不大清楚 這邊都破掉了 對啊 這邊都有一點點 應該都是從上面這個油風 對 微微的滲出來 然後你看這邊 橡膠整個都變形 這邊也是 這個都變形 所以這個也有可能是 聲音的來源 新的給你對照一下 全新正常應該是要這樣 平均這樣子 平均飽滿 它這個都已經變形 會壓久了 對 拉久了 就這樣 底下橡膠的那個部分 沒有拆 其實看不大到 這個是調整阻尼的 對 那我們的阻尼呢 避震器阻尼總共有32段 所以它在旋轉的時候 都會有段落感 對 像我們做調整的時候 建議都是兩段兩段調 會比較有感 除非你調兩段的時候 稍微感覺有晃動或跳動啊 可能還會再縮個剪一段 去減緩 那等一下裝好 我們去試車的時候 再依阿呆自己的感受 我們再去做細微調整 那高座的部分也是 裝完避震器 我們兩車高 待會先調整一下豪肚 現在車子主要呈現 底盤的狀態就是水平 所以你看指幅 都是大概三指 就是因應你的要求 因為你要過地下室 還是什麼之類的 啊指幅的話這樣算起來是 前面比後面多了大概 半指多一點點 我們來去試軟硬 出來試避震器主要就是 會不會有二次彈跳的那個感覺 你有感受出說 我們在過坑的時候 其實第一下上來回來是洗主的 就是不會說 像你原廠避震器是 有二次的跳動 然後左右在迴轉的時候 回來一下就是 一下就是這樣 它不會說過多的搖晃 對對對 比如說聽聲音就知道正常了 原本開出去 那時候不正常的時候是 轉速一直維持在 產線之前 然後你是那時候 時速不是在60左右 就上不去 上次好像有降屍 然後就會聽到 奇怪 對 還有一個聲音就是 你回去試 就是你那時候說 跑熱的時候 回到家停車場 就會有一個 嘰嘰叫 那時候我們試熱的時候 我牙是都沒有了 太好了都沒有了 沒聲音了 那可能主要就是我們上次 之前有說的那個 三腳架 它有點小間隙 所以它只有在熱的時候 它那個間隙出來的時候就會有 這樣子講 它只是有間隙 但是它本身 並沒有說 損壞 或者是 不能使用之類的 是你不喜歡聽到那個 雞雞聲這樣 因為就有一個聲音就 在那邊就很討厭 其實講真的它沒有說 壞到就是 需要更換 就想說要用就也是用 對 你應該覺得很奇怪吧 有一個人量出來電 電瓶健康 然後說換掉 對 電瓶健康是100% 我覺得年費有點久 我想說 要花一次花又花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算我的嗎 哇 阿呆的車要來驗收了 阿呆的要畢業了是不是 我上次說 你還去賣拷貝很多的 你真的要去賣拷貝 很多人私訊我 好 我先來看一下 總金額 26萬多 不加車價 加車價 你40萬塊 對啊 你深呼吸怎樣 你自己花的 我又沒逼你 奇怪 你幫我介紹一下 這個車做過哪些事情 口氣啊 口氣是網友選的 如果你也有選到的話 那你就是這個 共犯之一 哈哈哈哈 現在這顏色的共犯之一 不會啊 很好看啊 所以你是喜歡的 嗯 再來還有什麼 輪框 你是網友選的 輪框 對 輪框也是網友選的 還有一個下巴 下巴補土補起來是不是 我那時候叫師傅幫我做一體成型的 沒有縫這樣喔 嗯 這樣一撞就裂開了嘛 就像前面那樣貼紙一樣 對啊 對啊 因為你用補土的 把那個縫補起來 不小心黑刀就從那邊裂開 這個是以前 很多土砲改裝都會補到 而且就算你不去回到 鄧久它就裂開了 所以你要一筆維護費用 每當它裂開 你就要再補一次 他那時候師傅是有提醒我 我那時候想說我們沒有拍過 哦 他的意思是 他為了網友才這麼做 對 我是為了觀眾 總共洗啦 真的啦 欸 你的雨刷大燈清理器是好的嗎 好的啊 分很高 就已經不是洗大燈是吸引擎蓋了 對 它有分到引擎蓋了 有一個東西我叫它改的 那時候花不下去 哇 好有質感喔 這個那時候買多少錢 你記得嗎 9500 網子有換嗎 沒有 原本的 原車的 欸 你這真的很壞 你這真的弄起來都弄起來了 對啊 啊你貼那個貼紙更醜 過幾天我跟他送去烤漆吧 而且你塞車塞很快耶 都小石子耶 這好像剛跑完大力賽被石頭敲的耶 啊大燈有研磨嗎 還是原本就那麼不漂亮 有磨但是沒有研磨 喔 只有用那個蠟拋而已 好 米其林2254018 也是後來換的 避震器 哪一排的 阿吉牌 阿吉牌的 喔 有晴雨窗 後檔 雨遮 好不好 這個有點復古感 以前的車很喜歡裝這個 旁邊還有阿呆的IG 以後那個夾那個名片叫你報廢的 不用直接 它就直接掃你的那個 IG說 欸 請問你車要報廢了嗎 尾燈換掉了耶 這尾燈看起來很像雅哥的 給我的童心圓四圓燈換掉了 不是 你不覺得四圓燈很像法阿力嗎 你為什麼要把它換掉 因為我喜歡LED 它這樣一顆一顆一顆 金鑽的 它這個是自己喜歡嘛 因為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換這個 我跟你講它今天 應該玻璃心會睡滿地的 因為這個問題被很多網友講的 網友講一回事啊 重點是 連我都看不下去了 它從顏色 到旅圈 到大包 到後燈 我目前還看不到一個 可以稱讚的地方 再來一個是這個 你後包的下巴也是補起來的 對 都是補起來的 好 尾管也換掉了 中古的HKS嘛 但其實我是覺得這個管子 可換不可不換 但是呢 它這個管子也不錯 第一個就是視覺上好看很多嘛 像烤肉管 對 基本上我是為了視覺上換 第二個 其實它聲音跟原廠差異不大 所以這個管子我是OK 我給過 欸 小惠也是你換的嗎 對啊 小惠還OK 後雨遮OK 好 雖然增加充切身 但是我覺得 有符合這個年代的精神 欸 這邊為什麼會有水箱金的顏色啊 這水箱看起來換過耶 不是你換的吧 不是我換的 還是前車子 前車子我換的 這邊有水箱金顏色 你就要注意喔 這種水箱就是最容易在這種夾縫的時候漏 我跟你講車子年紀到了 沒有那麼簡單 我看裡面你畫的什麼 爆煞車來令片 空氣濾芯 冷氣濾芯 好 引擎冷卻器 什麼是引擎冷卻器 機油 星座 下面的散熱器是不是 其實還好啊 變露箱整理最貴 好啦 那其實引擎式 目前看起來也不可能有漏油了 來尿一下內裝 椅子沒弄喔 沒有 你看喔 這個車 外面水噹噹 你看裡面跟阿公阿車 最重要一個重點 雖然你這個很低調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你這個開關黑烤漆就不對了 不然你要烤什麼 你要挑一點顏色數啊 黑麻麻的 再加這個皮看起來就是麻辣的 這個你到時候換 如果不換你中間級 或是弄一點粉紅色的車線 真的粉色 我其實是有計畫的 其實不是現在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阿呆讓我覺得 莫名其妙的點就是 他竟然把紅色的燈光全換成白色 白色很帥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太衝突了 有符合90年代的改法 90年代最喜歡的就是 把它改成超白光 所以證明了 你的年紀不符合現代的這個年輕人 你適合活在90年代 阿呆的做法很明顯跟那個 韋哥是一背道而馳 沒有 韋哥也是白的 他改白了 他現在又改紅的了 你看吧 你都在用紅的了 為什麼不現在就用 他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白的太刺激了 白光就有時候會顯得比較沒有質感 你例如說 有些人把那個室內燈用的 很白很亮有沒有 那感覺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計程車司機要找錢 怕找錯 好啦 這個改燈泡 我是也不行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原色式加亮 不要昏暗像老車這樣 方法還不錯 有用粉紅色的 你整個車裡面除了外觀 裡面整個的 沒有貨力 之後椅子會用 至少你內褲要穿粉紅 自己的粉紅色就很大 你要選那個Leaf 4一樣 把這個也用成粉紅色的 Leaf 4的我可以拆賣喔 哈哈哈哈 裡面有中間換螢幕 螢幕那個東西 雖然不符合車的年份 可是因為現在 終究還是要日常使用 像我們Leaf 4很多人在講 他改那個音響 可是其實有些人 他就是重度需要科技 所以我倒覺得 那個是為了便利性無可厚費 你總不能為了藝術都不吃飯 你裡面還用什麼 除了我看到這些 所以剩下就原來的 然後這樣都是幾萬的 我講幾個啦 好 其實就四五萬啦 避震器 乾杯 避震器三萬 再來輪胎 輪框 也要五萬了吧 也差不多了 對啊 這樣就十幾了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馬六 我也覺得我沒用什麼 也是十幾萬的 看他那幾 就好看耶 後座就沒有動了吧 還有一個 不要用這個沒質感的腳踏臉 拜託 這只是我過度期要用的 去日本訂一個原廠 對啊 而且你車型蠻髒的 你有沒有覺得 蠻髒的啊 你看這裡 那應該是上次載芒果 他們弄髒的 又在吹耶 都是別人 後車箱拉一下 你看地毯又一個白白的 這邊鏡頭放在這邊 拍照燈又改白的 沒有 為什麼 沒有白白 你為什麼做事都做一半啊 你車子都已經很容易滴了 不是嗎 因為它這個要拆有點麻煩 它這個拆掉這個 它要從裡面去拆 做事要做什麼 好 我們再繼續 繼續開車繼續尿它 走 極速科技 專銀車用3C音響主機 這個拆的也不修 我的分級哇 我避震器我覺得還不錯 我本來以為 但年輕人避震器會比較硬 沒有 我真的 你今天要拍我特別調軟 你自己調啊 我自己調啊 你為什麼不用你平常的 給我開就好 因為我怕被你唸啊 這樣一點節目效果都沒有 大家就是要看你被唸啊不是嗎 我釐清一點 你今天拍這一集 你抱的想法是 我會從頭稱讚到尾 的這種想法嗎 沒有啊 我就是負責還尿的不是嗎 是嗎 不過你把它調軟是真的 我開起來是覺得還蠻舒服的 你有調很軟嗎 大概還有6段 那還好啊 因為真的我現在開起來 這個變器 我是坦白說我是不會嫌 很好開 這一不小心會開太快 難怪網友說 故事上看到阿呆都追不到 你這樣子開 你的油錢 一個月多少錢你算過 一個月那個加3次 一次加1800 那不貴 佔你薪水1%而已 你沒有講話 網友也會算喔 你沒有講話 網友也會算喔 我還帶人家默認喔 哈哈哈哈 可音真的還不錯 因為這個遮板有打開 上面有一點風切身 不過這個有裝情雨窗 還這樣的表現不錯 今天風算蠻大的 煞車還不錯 煞車你用什麼 這就換藍瓶片 換好一點煞車皮 沒有好一點 原廠的 嗯 你對煞車沒有要求是不是 我覺得夠用啊 還夠用 對煞車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還蠻線性 還煞得住的感覺 不過可以開得出來 這個車其實車重蠻重 而且這方向盤打起來 也頗有性能車的感覺 路感其實蠻明確的 10幾吋的女學人 17 18 換方盤變得那麼重 開起來會有一點笨重感 不過馬力是夠的啊 這個車讓我閉著眼睛開起來 我不會覺得它有這麼老欸 不實在的 味道聞起來有一點 欸 還有味道 還有 不過這個是老 梅克薩斯的味道 這應該是沒有舊 不過比那時候 雨西蘭你玻璃心碎的時候 味道還要好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膚淺的人 老闆 你弄的地方都在別人看得到的地方 我覺得你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沒有用得很好 像椅子也是欸 我覺得你椅子 你椅子是不是也沒有要修復 我說做到破掉再用 它絕對不會破相信我 太快破了啦 不會它不會破 然後換了一支沒有什麼聲音的微觀 稍微有一點點 就是水平姿 但是加速有變快 比較通是不是 但起步有沒有變慢 起步好像變比較頓 自排的車子換自動環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蓄壓嘛 那速度起來以後 原本的壓力建立起來之後 就蠻快的 就蠻順利的 來囉 拍一下上車拍 喔 你每天爬山喔 嗯 沒辦法欸 不過我是覺得整個引擎的狀態 變速箱的狀態都很好啊 變速箱那時候是怎樣啊 扭力轉換器 但是變速箱還是有去整理人家 你怎麼說今天都拆了 就順便整理 反正就是整個拆開都把它整理下去 整理完變速箱有真的變比較順嗎 太假的 有啊 我覺得有欸 欸 其實這樣車上慢慢讓 一步一步做 就有沒有慢慢一直感覺它在進化 最明顯的東西是什麼 換完輪框 就是最明顯的重拖油耗變很差 對 看這樣不是好的欸 有沒有好一點的 對啊 因為換完輪框也算換輪胎了 比較黏 比較黏都來了 看它是開多快 你有沒有算過一件事情 假設性你今天不要有那麼多改裝的東西 照它原本的樣子去維護 你覺得花的錢會差多少 差個10萬吧 烤漆原本的也要烤漆 但不用花那麼多錢 嗯 對 然後輪框原本的也了不起換輪胎 假設方向盤不要用 那剩下就是那些機件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記得你當初沒有要換避震器 你是因為BNG掛了對不對 對 我原本沒有要換 可是你不覺得BNG很值得嗎 那開起來差很多吧 嗯 這整個你看這個過彎 路感很明確欸 因為這個叫它拜什麼 輪框加大跟避震器左翅 你看 哇這過彎差很多了 輪胎是用什麼牌子的 明星PS5 有沒有年輕人 還用阿虎 你比韋哥更好開呢 韋哥有沒有開過你的車啊 他有開過 他有開過 他一直說好好開好開喔 是喔 你不要的話這還賣我 欸他那麼快就發生就想移情別宴了 雖然是一樣是3000cc的老車 欸也差不多年份對不對 可是感覺上面 它的雅各就第一個檔次 它的配備有你的好嗎 至少安全心腦沒你那麼多顆 嗯對 我覺得驗收是這樣啦 就是看一下搞了什麼東西 平常這個旁邊偷偷瞄 靜靜的看它裝B 呵呵呵呵 看裝到現在 欸他20幾啊 25啊 對啊25 25歲我還沒有辦法 這麼的爽 可以滿足我這種改車的慾望 所以你25歲還沒買車嗎 我25歲有買車啊 但是應該沒有辦法像你這樣滑吧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我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堅持拍這種影片 現在大家一直在電動車電動車電動車 一直要邁向那種科技化 事實上這種六缸的車子啊 有時候我們拍拍影片 還是讓這個小朋友認識這種車 知道說汽油車還是有它的精神存在 對不對 要不然以後變成什麼都要選配 網路上不是要梗圖 開車開開沒有煞車 忘了選 沒有訂閱到期 訂閱到期萬一卡又刷不夠 沒辦法續訂 那怎麼拍 這麼快 看廣告 開完廣告還可以再開放一陣子給你用 現在車都變成這樣了 因為沒有那種機械感了 所以這種這個年代的車 2000年或甚至到90年代這一段的車 它還是保留這種科技跟機械 有一種結合的這種精神在裡面 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把這個精神延續下去 其實有一天路上90%都已經變成電動車了 我相信只要法規許可 我們還是會想辦法留下那10%的這種老車精神 所以我為什麼這個90經典車聚 我們一定是要暗加一下 欸你這個車有去90車聚嗎 有啊 也遇到很多朋友對不對 對啊 你沒有去跟他們擺一起喔 沒有因為他們擺抱的 你不是說你有在裡面 有啊 他們有拿貼紙給我啦 喔對你看這個就是一些同好 然後再慢慢的提高這種改車人的文化水準 比如說不要去亂碰人家車嘛 哈哈哈哈 不要去敲人家車的燈 是玻璃的還是塑膠的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另外一個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些改車不要擾民啊 對不對 不要當標仔啊 只是說把它做成一種精神的延續 我覺得這種精神都非常的棒 欸那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大家會很懷疑說 阿呆這個車到底是不是千賣生氣的 反正我好像是補貼15萬 車的部分 我講實在話啦 你說那個 泰山那賣生氣真的簽了就賣了 不可能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知道是節目效果 他要走我也留不住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那個賣生氣是一個節目效果 阿那賣生氣我們還一直留在我們辦公室展示著 其實那個就是有趣啦 只是說沒有大家想著說好像 我很偉大都送給他們車 其實也不是 都是用部分的方式 那這個以後看他有沒有機會 賣生氣要簽的 部分還是要簽嘛 全簽有全部的簽法 好所以以後大家如果看到這台車 出現在賣咖啡的附近 你們就知道 哈哈哈哈 因為大家也知道 那個阿呆很喜歡那個溫泥嘛 所以我每次都開玩笑 說還是你要去賣咖啡上班 這樣就可以離溫泥很近 可是我常講一件事情 好吃的東西每天吃也會膩 就是因為保持鏈影距離才會是100分 我不是在說問題不好 欸你不要變臉喔 哈哈哈哈 我沒有喔 永遠得不到他永遠100分 類似這種感覺 好啦全部研收完畢了 那這個阿呆跟觀眾朋友說他這台車買回來 有什麼心路歷程 還是你這樣說 害羞 你自己剪片的時候寫在後面 就誇得比我想像中的還多啊 我跟你講車都是這樣 我一直不斷地在拍這些老車翻新影片 就不斷地在提醒大家 一台老車回來 真的依照你定義的標準 我每一集都在跟每個觀眾講說 喔我花很多錢 那真的不是我愛抱怨 是真的當你坐到這邊 你發現好像不夠 沒有做一次 既然這邊都用了 你有沒有遇到很多這種情形 就像變速箱其實也是啊 我都下來了 為什麼不整理一下 對啊 你本來只是想要下來修一個小營建 就想說不然順便全部都整理 就是整個在整理的過程中 有時候整理到一個程度 不再花下去也不是 所以就一直追加一直追加 所以我們只是要不斷地呢 跟大家分享說 一台老車 你只要你有訂立一個標準出來 其實一定會越花越多 那重點就是 弄出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就好 很多事情呢 他這次做過 他下一次他就做得更好 預算會做得更準 這次就是預算抓不準 依照你花錢的模式你一定抓不準 有沒有抓20 喔你有抓20這個數字喔 那也沒有穿過很多嗎 後來變25 然後現在要變30 我是覺得這個車是值得的啦 就跟我的飛亞特500一樣喔 我那台飛亞特花到現在錢 我可以直接買RBUS 當初直接買RBUS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開得很開心啊 所以這個 改出自己喜歡的車最重要啦 好不好 那這個喜歡我們一系列影片 我就繼續再爭彩 下一集我們就看是芒果啊 還是怡品啊 啊我知道節目名稱叫什麼 誰來賣身 那下一個就是你 好不好 期待我們這個下面呢 還有哪一個員工 要做 教畢業作品的啊 還是要教論文的啊 就有 會有一台新的這個車子 跟大家分享 再見 拜拜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銀車用3C音響主機 哈囉大家 雖然前面已經結尾了 但是我還是有些話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片的時候小事在我旁邊我比較難開口 但我還蠻感謝他的 因為在尾牙的那支片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 就是尾牙的紅包裡面是新造的時候 其實我當下是不知道要怎麼做反應的 是有點嚇到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它過於重大 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資格收下這個 其實我認為啊 我拿到的當下 其實我那天我就找去會計討論了 我覺得太貴重了 我覺得我沒辦法收 那後來小事就跟我說那就是15萬 對我來說啦 不管小事今天他在補貼的是多是少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鼓勵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自信心不是沒有那麼強的人 也是一個自我認同感沒有那麼大的人 那對我來說我收到一個 老闆這樣子反饋的時候 可能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是一個 肯定我在工作上的一些表現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那 為什麼我當初會選一個這麼老的車啊 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錢整理啊 不然我的爸爸也是啊 那我覺得我這兩三年我經歷太多的 不管是人跟人之間的分分合合 或者是生離死別 或者是家人朋友生重病的 反正我真的覺得我最大心理的想法就是 把握當下 想做的時候我就去做 既然今天我有能力的 剛好又一個自己喜歡的車子出現 我也不想要去錯過它 為什麼預算會抓在20萬 其實我是以 我們拍那麼多愛車大改造整理車的影片 下來我大概抓一個20萬的數字 過了20萬之後又再往上加 我又給自己的預算目標低了25 但我先說我不是沒有錢繼續花 而是我覺得我訂了25萬這個數字 這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一個目標 我答應自己是25萬 那我必須做到做到 我就先停在25萬這邊 那現在已經26萬已經超過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內裝沒有用的原因 就是其實我覺得我整理車的數據 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是極簡 第二個是外觀 再來是內裝 那今天已經到了這個經濟 我覺得在它沒有什麼安全遺慾的狀況之下 我會選擇先暫停 之後的項目再一步一步慢慢整理 也很感謝就是不管是在路上看到我 或是認出這台車 然後有跟我直接在路上打招呼的 看個喇叭或是閃個燈 撐出手跟我比個讚之類的 那我都覺得蠻好的 就是讓我感覺到蠻溫暖的其實 居然是跟前面一樣 就是我會有一種被認同的感覺 那拍了300的影片就到這邊 暫時先告一個段落了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